其實我每一餐吃東西很少 我是注重多餐小吃 所以每一餐有一餐一湯 已經很滿足了 我摘了兩條 你看蚊子多到 你看 黏滿了 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蚊子 這條很大條 好像我的手掌一樣 比我的手掌還大 一 半 保持 保持 我摘了 這兩個用來炒豆豉雞翼 這個用來煮苦瓜雞湯飲 煮或燉 煮或等 由你喜歡 我摘的了 看看 Oat 哇 開心呀 開心摘苦瓜 一個星期入來一次 在哪 你怎麼可以說一遍 我摘了 你不可以說一遍 嗎 我只會在哪 你不可以說一遍 我到哪 你不可以說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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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說一遍 過幾天才吃 你怎麼沒有說一遍 你很難 你不可以嗎 你不可以說一遍 小心喔 小心喔 三個 今天摘著 三個苦瓜 新鮮摘新鮮吃 要不要跟你的苦瓜影響 有 我跟太陽花影響 今天的午餐 就跟大家分享我日常是怎樣煮 先摘去 絲摘苦瓜 好漂亮喔 如果你在外面可以買到這些 老黃瓜 建議大家買回來 這些種子 撕開這個衣 就是優良的種子 可以準備種苦瓜 這個苦瓜是自然爆開的 就是太熟 爆舌的意思 這個貼紙非常好用 鐵蚊枝 烏鷹 還有其他不歡迎的 昆蟲 全部都會黏上去 就像這樣 在家裡 玻璃屋 最好用的 這些也是 是 这两个黄鸡腿我就用盐和熟水浸浸了之后 就放进凡煲里面煮滚了的水 直接倒下去 很简单的电凡煲煲不挂底缸 就可以按steam 35-40分钟至1个钟 煮到的鸡出味位置 就可以放红枣和苦瓜 再煮20分钟就可以了 45分钟之后 鸡汤就完成了 现在就可以倒红枣 倒下去 再倒一些苦瓜 如果喜欢它硬身一点 要咬厚一点的苦瓜 就煮15分钟就可以了 喜欢苦瓜淋身一点 如果因为汤浓郁 还有 recep wanna 有些香固的苦瓜味 慢慢吸收 就成功地 通常一点苦瓜 就很值春 虾瓜和介绍 一起放下去 喜欢苦瓜可以吃净的话 15分钟就可以了 喜欢苦瓜�이lvorue 這個湯底有甘香味的 20分鐘至半小時 那就大功告性了 那就大功告性了 現在蓋上蓋子 最方便是用澱粉 煮煮雞湯 這些就是後花園種的蔥 油熱後就放蔥灑點鹽 菜寶仔 自己醃製 1人1個菜寶蛋 顏色很漂亮 Rich golden yolk 一開四了 好像pizza一樣 我翻棍了 不需要 進去 哎 我翻棍了 這就是什麼 這是糕豆 哇 這樣不錯 不需要飯嗎 你飯真的想展示 不是啊 你正在錄 我不夠高 我知道 你想拋 好像平常 高高的拋 拋 是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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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做雞湯仔 要翻轉嗎 也不是的 好像之前 韓國拿獎 都是全靠這些功力的 拋 拋到有型有款 這樣幾好 煎雞蛋幾好 自己種植蔥 15分鐘後 苦瓜雞湯 就是這樣 電飯煲 苦瓜雞湯 煲好了 趁熱喝 煲什麼湯都好 如果想甜厚一點 就灑一點海鹽 湯就會好吃很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次的 簡單電飯煲 苦瓜雞湯 營養十足 煲好的白飯 剛剛跳仔 時間剛剛好 開飯啦 營養十足 雞湯 烏雞生 哲 亂 廁 開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